美国和中国就贸易争端达成协议 给全球股市带了记忆的信号 下面我们就联系美国之音记者驻纽约 驻纽约的记者方斌 请他介绍美国股市的最新情况 方斌 好的 尽管川普政府的贸易团队 对美中贸易谈判的解读似有不同 但暂时不打贸易战的讯息 让全球股市为之松了一口气 并视之为美中贸易紧张缓和的积极讯号 美国股市周一道指一开盘 就已经升了240多点 盘中最高涨超过350点 第五次冲上了25000点的关卡 截至股市收盘道指上涨了298点 升幅为1.21% 收在250013点 那么标普500指数也是上涨了20点 升幅为0.74% 纳斯达克综合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上升了 39.7点 升幅为0.54% 那么与美中贸易争端 有直接关联的一些股票呢 更有明显的涨幅 比如波音 美股就涨了12.67美元 涨幅呢 达到了3.6% Caterpillar涨了2% 3M涨了1.4% 欧洲和亚洲股市 也都在美中争端 这个缓和的消息鼓舞下上扬 全球最大的股票指数提供商 明成公司 也就是MSCI 对全球股市的衡量指数 上涨了0.5% 而泛欧的Eurifirst300指数 也是上涨了0.26% 星期一 亚洲市场以温和上扬收盘 日经指数升了0.3% 跨上了23000点的台阶 香港恒生指数升了0.68%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升了0.2% 上海的上证指数升了0.66% 路透社在报道美国金融专家 对周末美中贸易谈判结果的时候 呈现了不同的解读 在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 齐莫尔曼认为 川普政府从威胁贸易制裁上往后退 对美国企业工人和消费者来说 等于失去了机会 他说中国人正处于一种悄悄的欢乐之中 因为他们知道川普的贸易团队 在没有得到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让步的情况下 就从制裁的立场上退下来了 但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中国业务部副总裁帕克的认为 这一结果在缓和贸易紧张局势上 取得了一些进展 因为帕克从来就不支持加征关税 因此他说 我们认为实施任何可以阻止加征关税而采取的措施 都是积极的 高盛公司认为 美中贸易声明缺乏具体内容 表明了双方都希望继续谈判 高盛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 我们不排除中国方面提供了一些有助于谈判进展的切实让步的可能性 但由于协议的其他方面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因此避免公开陈述这些提议 主持人 好的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